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风尘秀集我是游戏 相信大家这几天应该对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情相当的关切 大多数的人也对俄罗斯真的开始入侵乌克兰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肯定是非常非常的震惊 但是其实如果我们从俄罗斯他在过去一两个月所做的一些决策 其实可以看出一点端倪 他们确实早在一个多月前就对这次战争发动有所准备 因为在过往几年俄罗斯对加密货币的政策一直以来基本上都是相当封闭而且禁止的态度 直到去年的时候俄罗斯政府才开始对加密货币开始了一些有条件式的开放 其中一点就是在国家的特定允许之下 某些加密货币可以做所谓的跨国的一个交易 但是任何形态的加密货币在俄罗斯本地或是国内来去做交易或是转换 仍然还是完全的被禁止的 所以从他们这个最新的对加密货币的政策 其实就可以了解到他们其实早在战争之前就开始演你 如何透过加密货币来去做一些跨国际的兑换或是交易 当然在市场上面最受大家瞩目的应该就是比特币不然就是以太币 这几天的新闻大家也看得到各个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呼吁 所有中心化的加密货币的交易所要封锁钱包地址是位于俄罗斯的这些使用户 因为如果根据俄罗斯他们的政策来说的话 能真正在中心化交易所上面注册的一些钱包地址 除非是特定的一些使用者之外 大多数位于俄罗斯的这些钱包地址 应该都是被一些权贵或是政府基要所掌控 所以也希望说透过加密货币再加上SWIP方面的一个制裁 能够对俄罗斯他们的经济受到一定的影响 但是大家都知道像比特币这些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 虽然说有他公开透明的交易记录这样子的一个特性 但是其实蛮难去透过一些特定的手段来去完全的封锁他 就算其实原本从俄罗斯发迹的WAVE这个project 在2019年跟CoinDesk的面谈里面他们也有提到 他们在俄罗斯方面的一些连接相对已经减少了很多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断绝他们实质本质上 还是从俄罗斯发迹的一个项目 除此之外在这个访谈里面也指出 WAVE他们这个项目当初虽然是在瑞士注册的 但是其实他们主要提供区块链服务的国家还是俄罗斯 而且他们在莫斯科也成立了一个相当大的办公室 最主要的就是希望能增加他们这个项目 跟俄罗斯政府方面能有更紧密的一些连接 当然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能拿到一些政府方面的一些项目 或是资金的投资而且在当时的WAVE确实跟许多俄罗斯的一些政府相关单位 都有一些密切的合作的关系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俄罗斯整个经济市场 最近因为战事的原因造成他们国家的货币 卢币大量的贬值之外经济也大受影响 但是WAVE这个跟俄罗斯有相当紧密连接关系的区块链货币 却是在过去的几天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反弹的趋势 当然市场上有些分析师会提到最主要因为他们刚好从1.0转型到2.0 再加上他们最近跟AllBridge这个跨链资产转换的一个平台合作 除此之外他们也获得了额外的1亿5000万美元新的资金的一个注入 他们合作的这个AllBridge 主要就是为了让WAVE的这个项目 能够在各个不同的区块链网络上面互相转换他们的资产 所以基本上也就是一个跨链的平台 同时当他们提到他们获得1亿5000万美元的新的资金的注入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提到说这个1亿5000万美元新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有没有可能只是俄罗斯他们政府 透过WAVE这个project将他们资金透过加密货币来去转到国外 而不会受到现在西方国家所下令的有关SWIFT的一些限制 其实也就可以解释在过去这几天 他们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涨幅的一个趋势 接着就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主题 就是有关EnergyWeb他们在昨天的时候宣布跟Vodafone 这个在欧洲相当大的一个跨国的电信公司合作 同时其中也跟Mastercard这个信用卡的支付公司一起整合在一起 到Vodafone他们最新的一个DAB的界面上面 那我们就来先看一下这段简介的video吧 它叫Vodafone Digital Asset Broker DAB connects our Internet of Things network with blockchain technology enabling devices and cars to securely trade with each other all without human intervention but your full control Let me show you how that works DAB assigns each electric vehicle with a digital identity passport and matches this with the authorized driver As the vehicle is plugged into the charging point DAB establishes a secure connection This confirms the identity of the vehicle and the charging point It then manages the payment through a secure SIM digital wallet and takes care of the payment automatically Multiple people can be authorized to use a particular vehicle and its payment credentials This eliminates the need for businesses such as delivery firms and car rental companies to use costly fuel cards and manage payments for multiple drivers Vodafone has also partnered with Energy Web to allow drivers to purposely select accredited renewable energy And with the number of connected devices worldwide expected to be in the billions by 2025 we're getting ready for the next big global trend The economy of things A world where machines and devices trade on your behalf But securely I'm with you in control But securely I'm with you in control Actually, this is the number of other people that will be able to see This is the number of things In the future This is a place In the future In the future The company's a new vehicle that will also be used to use So, you can imagine A new vehicle The vehicle will be very, very High That, the market will be very, very High 目前来说最主要的还是需要透过Vodafone 他们DPA的这个界面来去进行一个操作 除了可以整合所有的充电付款的系统之外 他们将会透过NHweb这个去中心化的能源联网 来去了解到说是否你今天使用的这个充电站 他们所提供的能源是运用到再生的能源 那为什么这个部分对绿能来说这么重要呢 因为如果你在充电的时候 只是单纯的运用发电厂他们所发送出来的电的话 其实就不是真正执行到所谓的绿能节能的一个概念 反观你是要提升使用再生能源的一个比例 你才有办法有效的达到节能减碳的一个效果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NHweb这个项目 在之后去中心化能源网的这个发展上面 将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一直以来我都跟大家推荐NHweb这个project 那其实市场上除了Volta Phone 他们正在朝所谓的Economy of Things 其实就是所谓经济互联网的一个效益之外 另外其实市场上面也有非常多的一些项目 都早就在往这个方向迈进 其中最主要就是我之前跟大家提到的一个 移动科技能源的组织 MOBI Mobi 大家如果还记得我跟大家介绍Mobi的时候 同时也介绍几个区块链的项目 像是Block Smooth 像是Fetch AI 像是Looping New Cypher Ocean Quant 等等的这些项目之外 其实也就是希望让大家知道 透过Mobi他们这个移动的科技之下 所衍生或是其中参与的这些区块链的科技 将来都有可能在移动区块链这个部分 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其中在去年的时候 我跟大家介绍了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叫做去中心化的辨识DID 那在今天CoinDex他们的一则新闻里面也提到 最近Mobi这个移动科技 他们跟MEF 这个全世界各大电信网路公司的一个组织 开始合作进行了一个区块链ESG的测试 那这个ESG相信在币圈的大家 应该也都非常熟悉 有往往就是相关一些环境 跟绿能再生人员的议题 那Mobi就是希望能透过区块链的科技 能让全世界至少一开始在欧洲 特别在移动科技 就是交通运输这个方面 能有相当性的一个突破 来去追踪各个车辆的废弃排放 同时也能按照他们的这套系统 来去针对你所排放的一个数量 斟酌的付费 之后就有办法能够形成一个使用者付费的一个机制 那今天Mobi他们跟全世界各大的通讯网络的公司 基本上也就表示说 这些全世界通信网络公司 也希望能透过用到他们这样子的一个 类似的一个平台 还有区块链的科技 来去整合到他们目前的电信网络里面 所以其实在回顾到我们刚刚给大家看的 介绍的这个video里面 就可以大概可以联想到 之后透过电信网络 还有移动科技的互相的结合 如何让整个区块链的科技 透过这些既有的物联网 融入到大家每天生活的环境当中 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咯 如果喜欢我content的朋友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那如果对我的content有任何comment的朋友 也麻烦帮我在下面留言 拜拜 by bwd6